這是一間28年的中古電梯滑下 長期都租給別人 屋況是非常素顏的 廁所也都是非常老舊的裝備 利用它挑高5米 我們做了上下兩層樓 變身為20坪的使用空間 它是一個很細膩的設計師 所以他會把邊那家 當自己的家來做規劃 做完之後竟然發現 原來可以把空間充分利用 能發展到出自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天帶大家來看我的新作品 看我們怎麼把12坪的小宅 變成20坪的使用大空間 這是一間28年的中古電梯滑下 長期都租給別人 屋況是非常素顏的 廁所也都是非常老舊的裝備 新的屋主Tim 我跟他認識很多年 他工作也很忙碌 就全權委託我們來幫他設計 改造這間房子 因為採光真的是太無敵了 又是在邊界 善用這樣採光的優勢 利用它挑高五米 我們做了上下兩層樓 把其中一面牆拿掉 重新做了樓梯 加強了西行鋼 把二樓的樓底板 跟一樓的樓天花做起來 使用屏效整個拉上來 12坪的一房一廳一位 變身為20坪的兩房兩廳兩位的使用空間 一樓的部分 我們有玄關、客廳、多功能房 還有一個大廚房 忙碌一天回家之餘 我們希望有一個玄關 可以轉換一下心情 利用這樣子條狀的 帶有空氣感的格柵 區分一下玄關跟客廳 客廳確實是比較迷你一點 我們利用這種義大利的大型勃磚 適度的演映反射光線的效果 讓客廳更大氣 扶手下面的LED燈帶條 可以讓你的視覺很柔和地導引到二樓 加上做了整面五米高左右的沙蓮 無形拉大了小宅的空間感 因為他的朋友也蠻多的 希望有客廳、然後餐廳 甚至還可以有個間客房 重新規劃後呢 主客廳之外 多一個四客廳 讓他比較多功能一點 客人或是爸爸媽媽來住的時候 把沙發變成床 它是一間獨立的客房 平常朋友來的時候 裡面有一桌四椅 可以是不錯的用餐區 又可以是獨立影音空間 樓梯下方的收納呢 也巧妙地融入在這一個隱藏版空間中 做了大面積的查景 視覺上面也可以做一些延展 讓你感覺說像主客廳一樣大 一間三用 多重的功能一次滿足 一樓到二樓的樓梯 被我們藏在電視牆的後面 流線感造型不只是好看而已 它也具有扶手的功能 書房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開放式的空間 做了半矮造型的鐵件 視覺的穿透感可以更延伸 主屋的部分呢 比較是飯店式套房的感覺 床背板的部分 我們做了整面的延伸 整個視覺可以更行延展 空間顯得更寬敞 床邊的一整排的矮踏 連到窗區 取代床邊櫃的效果 用了去衣櫃化的手法 空間感不會顯得比較壓迫 主衛浴 卸了一個非常有造型個性的湯屋 全用了義大利進口馬賽克的造型磚 視覺上是很有個性 潛力弱的 不要小看任何個房子 每個房子都有它的潛力在 第一眼進來就覺得這是一個素顏 但是卻很漂亮的一個女生的那種感覺 認識20年了吧 她是一個很細膩的一個設計師 所以她會把別的家 當自己的家來做規劃 做完之後竟然發現 原來可以把空間充分利用 然後發展到機制 軟妝其實第一個需要時間 平常工作也忙 會沒有什麼時間去挑 然後大概就她需要一點美感 那我自己覺得我們不是那種 很有美感的人 所以我就叫她全部來處理 軟妝它是讓空間 整個活起來的一個養分 一些屋主呢 他們其實本身都非常的繁忙 也會跟我溝通說 如果房子的硬妝好了 是否可以幫她連軟妝 整體的去規劃 我們會提所謂的軟妝解爆 模擬3D的樣式 牆上的畫作 沙發上的抱枕 沙發的樣式 都可以模擬在這些模組裡面 硬軟妝 一條龍的這樣的服務呢 可以讓我們的屋主 用最少的精力得到最大的滿足 把屋主的家 想成是自己的家 去規劃去設計 我相信屋主也可以感受到我們的用情 能夠感受到使用者的幸福 我覺得就很符合我們工作的意義 好 高品質製造箱子夠 直接點 多樣風格 直接點 直購居家好物 HOMI 直接點 HOMI 合宜家居 有裝修需求該如何規劃預算 無論是全市裝修 局部裝修 還是新裝修 都可以輕鬆在線估算